有一天, 蔣小姐問了我相機的問題 用了一點時間去解答她 我想想, 不如叫她上來 我在鏡頭面前教她 一加便宜, 兩加雀吧, 對吧 28拍出來是怎樣的? 這個35 這個28 那你那部機能否像他這樣? 因為我本身是APS-C 那個感應器比他的發音小 就成了1.5, 1.75 我可以告訴你 但不用彈到很遠 他一點也不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 成了1.5 算了, 寶貝 我捕捉了他 我一點也不明白 你說什麼? 你給他看看… 他捕捉了我一個最… 你是APS-C的字, 他的發音小姐 他反而完全能表達到他的腦裡 我真的不明白 他看著… 整個問號 你說什麼? 我知道了… 你成了之後就是… 你這個不需要彈到很遠 他是自動… 就是你在原來… 你便拍照了 他在這邊… 最慘是我們也不明白你說什麼 對, 我也想了很久 他覺得蔣佳文亮 對, 我覺得蔣佳文亮 是不是? 可能不是 對, 我覺得蔣佳文亮 對, 我也想了解 今天早上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說的東西很高深 所以有時候我整頭問好 而且他們對每個相機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鏡頭都有研究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一個很初戒 基本上對攝影好像沒什麼概念的人 其實他很有心學 不過可能因為他對於黃金三角 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有時候… 我教了一樣, 他就忘記了另一樣 他需要的就是多點練習 我有沒有入鏡? 沒有…放鬆… 拍照吧 不拍的 你現在這個是不是很大頭 不是, 因為很壞 我高一點, 你放回去 好, 等等… 再進一點, 再進一點可以 我很喜歡這一張 大師, 真是大師 讓人看看你的作品… 謝謝你… 讓人看看你的作品 是嗎? 這些畫很好 他就是捕捉我的樣子 你跟他加上不是雪姐 我覺得那種風采 太漂亮了 這個節目是令我出醜的 全部都是他幫我拍攝這麼覺得的照片 不是挺好的 很漂亮 剛才說的 好像站著我 不是那隻海鱔 不是那隻海鱔嗎? 原來這個前側上站著海鱔 他在想著構圖 還是我坐下來? 是嗎? 試試試看 好 又試試看 好 大師的作品就是這樣 也要一個模特兒漂亮才行 我用了模特兒先決 有一個按鈕模特兒先決 真的很好 挺甜蜜 別管以為在看拖 不是, 這個是哥哥和妹妹的 是要放這些嗎? 好… 好… 大家都有點嘔吵 還有這些, 像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追不到那個女生就會說 還說是乾淨的 對… 是哥哥 對… 乾淨的… 我才會那些 好, 就看… 不知道全都是樣子壞 不會的 有魔導師決, 沒問題 這是甚麼節目 你拍攝嗎? 最吸引 就是拍完劇, 三菱哥的狀態 你一場來到, 不如你拍攝他吧 好嗎? 好啊 好嗎? 我拿 那這部機理呢 我只聽你有多少張 其實是你 多過你 好, 你繼續 他這麼英俊, 零死角, 是嗎? 是的 我以前和阿凱合作的時候 他已經教過我 譬如很簡單的光圈、快門 當我換了一部相機之後 我回到家也不太懂 之後我就覺得有點頂 那些攝影技巧 或者如何調校光圈的東西 都不太好 最後我還是用自動 這個背景還不錯, 是嗎? 不知道 有沒有… 因為這個你已經教了 是中間對焦 所以每次你想拍攝他的臉 不好意思, 原來可以動 先用中間的點, 先對著他的臉 然後輕輕地按摩 就是我不用這樣動來動去 不用… Terry獎, 你可以說他了 十張也不知道是哪一張 應該沒有 對著了嗎? 我現在很後悔地說你 是不是?你知錯了 對, 知錯了 為什麼我對著他的臉 但還是外側的? 因為你對著後, 你走後了 因為你對著後 因為焦點已經對著那麼長 但你走後了, 就要外側了 原來是這樣 所以你先弄好位置 即是上下跳後, 就不要拉後 什麼? 他全部… 他全部都… 好了, 你成功了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不用那麼久的遊戲 全世界的技巧都是這樣 對嗎? 對不起